你好 欢迎收看Tnews 林波网 我是主播陈湘怡 新闻一开始看到 为了打造全国最大5G AIOT试验场域 经济部加工出口区管理处 启动高雄软体园区 第二园区的开发计划 日前在经济部长王美花的主持下 第一栋大楼是正式的开工动土 希望中央与地方共同合作 打造雅湾区成为国内投资额最大 最完整的实证场域 在经济部长王美花的带领下 各界贵宾手持亲相助导 祈求功成顺利 为打造全国最大5G AIOT试验场域 经济部加工出口区管理处 启动高雄软体园区 第二园区开发计划 日前举行手动大楼的动土典礼 希望中央与地方共同合作 打造雅湾区成为5G AIOT的产业聚落 我们这一块地旁边还有一块地 那这个也是我们杨处长会再去推 希望另外这一块地呢 不管是一栋或者两栋 我们也会积极来招商 那把它整个的场域建设起来 其实现在进入到这里的 不管是新创 不管是企业 场域确实有点满了 然后排队的厂商也很多 那我们加工出口区也会在这个附近的场域呢 有好的空间 我们也会尽量提供出来 有非常好的客观环境 有场域 有技术 有政府的客专的投注等等 再加上厂商的进驻 就构成一个非常完整的生态系 高雄的产业转型 高雄的就业机会 我们可以看到未来会到爆发 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受邀出席 他不仅感谢中央对高雄产业数位转型的大力支持 5年内投入百亿预算规模 全力促成高雄经济发展 市府也积极招商 各家大厂陆续进驻 亚湾各新创园区商办大楼都已经满足 高软二期动土将为高雄带来倔佳机会 我相信这个东央地方合作 才能够真的让我们高雄的经济转出 最后大约跟像所有的外商 跟所有的我们的企业伙伴 谈话进驻到亚洲新湾区 符合我们讲究对象的条件 高雄市政府006688等着大家 我们还有一些薪资的补贴 还有一些税负的减免都有 所以欢迎大家投资高雄 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高软二期园区总面积约2.45公顷 分为ABC三大秋块 加工处赤资26亿元自建A秋块 新建工程预计115年中完工启用 将磁吸5G AIOT产业进驻 预期带动85亿元投资效益 创造17亿元的年产值